我們帶您關心就是國內的弊案 是勞動部前國內的投資組長的尤乃文 原來他一直遭到檢舉的關係 本來在今年三月份就打算要去退休了 但保家集團為了出脫原本的持股獲利 給了他非常優渥的條件 好讓尤乃文以身犯險 就決定一個是可以幫他當上勞金局的副局長 另一個就是可以幫他來協調 他一直非常想要買有文山區地保支撐的豪宅 好對此尤乃文是不遺余力的 傳訊息給三大投信公司要幫忙炒股票 不過所有的對話都被連鎮署現在給還原了 要進一步追查有沒有更高層涉案其中 看守所編號2443住進中山社的勞動部 前國內投資組長尤乃文 配合保家集團操作原百股票 但原本今年三月他就因為一直接受不當高級餐飲 遭到檢舉打算退休要全身而退 但保家開出的條件實在太誘人 讓他又因此引火上升 根據聯政署調查編號2516的保家執行長唐楚烈 以及編號2518的投資主管邱玉元 他們和尤乃文的手機對話全都被還原 發現尤乃文願意挺身犯險 主要是因為他起了貪念 尤乃文曾經傳簡訊給三大投信公司 要他們配合炒股而好處就是保家集團會協助他身上勞金局副局長 以及幫尤乃文喬好他一直想買的有文山區地保之稱的豪宅 所以尤乃文便聯合付華投信炒作原百股票 看守所編號2515的富華投信投資長邱明強 以及編號2517的劉劍賢 因為配合炒股也遭到羈押禁見 不過尤乃文經手勞動基金長達10年的時間 這段期間究竟還有多少藏污納購 聯政署將會持續向上追查 記得台北這種報導 一段期間路 一段期間路 我們一定會再嘗試謝 這段期間路 打探某 打探某